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嗓音出众 引起了学校集团董事的儿子佑正的注意 但也被同班女生所排挤 其中有个叫慧善的女孩 因暗恋佑正格外嫉妒子若 但胆小的同桌敏惊 却对子若很友好 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在一次学校组织的郊游中 所有人围坐在一起玩游戏 期间慧善打听子若父亲的职业 子若虚荣地说了一句 父亲是做服装生意的 第二天早上 子若早起在河边练歌 佑正却找了过来 并将他拽进小树林中 对他表白 子若被帅气的佑正吸引 两人做了一些亲密的举动 不料这一幕却被慧善的闺蜜看到 他拍下了视频 并告诉了慧善 愤怒的慧善威胁恐吓明经 说出了子若的家境 得知子若的父亲 不过是个无证小商贩 并将这件事告诉了佑正 佑正本以为子若与自己蒙当互对 听到此事后恼羞成怒 他觉得自己与一个穷人家的女儿交往 有失身份 就认定子若是故意欺骗自己 于是佑正思去之前温柔的伪装 来到子若家对其大打出手 甚至拿烟头烫子若的胸口 子若知道发生这一切 都是慧善在背后捣鬼 为了能安静上学 避免继续被人议论 他找到了慧善 要求对方不要再向同学们 宣扬自己凄惨的身世 但慧善却出言羞辱子若的父亲 忍无可忍的子若将慧善打倒在地 不料此举却迎来慧善更恶毒的报复 第二天 慧善有权有势的父母 在学校中污蔑子若 说他无缘无故打了慧善 是个施暴者 并逼迫子若父亲给大家下跪 一向不卑不亢的子若 拼命阻止父亲下跪 然后毅然选择休学 为了能减轻父亲的负担 子若来到便利店打工 而便利店老板得知他的事情后 为他打抱不平 老板精通法律 帮他写了一份 制止校园暴力的请愿书 发给了教育厅 并举报了慧善等人的劣行 以此想洗刷子若的冤屈 但这一事件 给佑正和慧善等人 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也彻底激怒了这帮纹酷子弟 他们找到子若 在他家中轮流羞辱了他 并拍下不雅视频 扬言要发给他的脑瘫父亲 以此威胁子若撤回请愿书 为了能让父亲在首尔安定生活 子若选择妥协 无料这种妥协 却被视为懦弱 禽兽不如的男同学 一次次地将他当作玩物 欺凌羞辱 而凶狠的慧善 竟逼迫子若出卖自己的身体 并将所得的收入全部抢走 最终子若在精神和肉体的 双重折磨下跳楼自杀 父亲来到警局 见到了女儿的尸体 但却被告知 女儿在两个月内 原教二十多次 父亲看着女儿的日记 知道了女儿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找到学校与警察 想要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不料学校对校园暴力 矢口否认 而警察则说 光凭一本日记 不能立案 还讥讽子若 毕竟是出卖过身体的人 父亲颤颤巍巍地离开警局 那本写满女儿屈辱的日记 掉落在地 跟随一起掉落的 是他对这个社会的信心 但他一定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哪怕用最凶残的手段 哪怕豁出自己的性命 而此时明经站了出来 愿意帮父亲报仇 他约到会善等人 来到学校的天台 父亲躲在暗处 将硫酸泼向会善的脸 让他中毒毁容 然后父亲又抓到了 曾经凌辱过子弱的男生 将他们带到小岛 全部杀掉 当找到罪魁祸首的幼症之后 父亲用鱼钩 吊住了他的嘴 把他扔进湖中 血腥敞面之后 父亲感到大仇一爆 自己失去了女儿 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 最终他投户自尽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蚯蚓》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